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草人》 暑假到了 李方去农村二旧家避暑 而旧家在村西头 门前是一片田地 长满了绿油油的玉米 而旧家的院子很大 被钉字形状的水泥路分割成了三块 一块种着蔬菜 一块种着花草 一块种着葡萄 李方刚到二旧家 他就能感觉到一阵阵凉意 二旧家真的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李方被舅舅安排住西屋 西屋门前两米开外 就是种着蔬菜的小园子 午饭之后 李方坐在西屋的窗户前面 他能够闻到嫩豆角 和快要熟透的西红柿的味道 他感觉到特别的舒服 在窗户前面坐了一会儿 李方站了起来 一边玩弄的手机在微信群里边聊天 一边呢绕着蔬菜园子 欣赏着旧妈打理的菜园子 微信群里一个ID叫稻草人的妹子发来了语音 李方 你说你二旧家的院子很美 发个图看看呗 李方先发了一个OK的表情过去 他端起了5.5寸的手机开始拍照 他要先拍两张菜园的图片 而且一定要选好角度 尽量把整个菜园都拍下 他两只手拿着手机 眼睛盯着手机屏幕 沿着菜园的边缘慢慢移动 突然手机屏幕里边 蹦出了一个圆圆的脑袋 脑袋上挂着一张笑脸 李方放下了手机 他看到菜地中央的那个脑袋 他拔开脑袋上方的藤岸 那脑袋以下的部分便露了出来 那是一个草人 这时李方身后传来了二旧的声音 诶 这个草人还没扔掉啊 二旧说 这是去年夏天 他捆扎的一个稻草人 一开始啊 是用来吓唬麻雀用的 可是后来有一天 二旧家养的叫大毛的那条狗 老是对着这个草人直叫 叫一会儿之后吧 一会儿扑上去撕咬 把这草人的两条腿都给咬断了 甚至还压倒了一片大葱 我以为这草人早就被扔了呢 谁知道还跟这儿放着呢 二旧说着 就拎起了躺在地上的草人 往外走去 二旧拎着草人的时候 草人的那张笑脸正好冲着李方 让李方感觉到很怪异 就在草人被拎到大门口的时候 李方发现草人的两条腿 似乎是很完整的 诶 不对啊 二旧刚刚不是说 大毛把草人的腿给咬断了吗 李方正想着呢 他的思绪 马上被微信群里边的消息给打断了 李方一看消息 又是刚刚那个妹子的语音消息 李方怎么消失了 说好的图呢 他不再多想了 他拍了几个照片发到了群里 这时候一只小黄狗摇着尾巴跑了过来 李方想起了大毛 来二旧家好半天了 好像一直都没看着大毛 去年他来的时候还见过大毛呢 李方又见二旧从正门外边回来 就上前去询问大毛的事 大毛啊 去年夏天跑出去之后就没回来 我记得呢 好像是咬了那草人的那天之后 他就跑了 应该是被狗贩子给逮走了吧 李方觉得很遗憾 毕竟这之前大毛在二旧家 已经生活了五年了 微信群里消息又来了 李方一看 是群友们对自己的照片的评论 有人说 这园子真够大大 还有人说 这园子可真够美的 还有人说 李方的像素好 这让李方很是得意 李方想看看 那个发语音的妹子是怎么评论的 可是那个妹子却没有恢复 到了晚上 二旧家的院子更是凉爽宜人 尽管没有风 但是完全不觉得热 也没有蚊子 李方美美地躺在床上 不开空调 不开风扇 很快就睡着了 睡到半夜 也不知道是几点了 李方忽然之间感觉到凉爽爽的 好像是有风从门那边吹过来 迷迷糊糊的 他看到屋门 开了一半 外面的月光照进来 在地上形成了一个窄窄的举形 李方下去关门 他刚关上门 就听到自己的手机响了一下 又是微信消息提醒 这时候 他的困意已经消去了一半了 索性拿起了手机 看了一眼消息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 是凌晨两点半 再看看微信消息 是那个微信群里的消息 而且 是那个叫稻草人的妹子 发来的语音 这个时候 李方对稻草人这三个字很敏感 因为他想到了白天的那个草人 这大半夜的 想起来这事 还真感觉到有点怕怕的 李方点开了妹子的语音 只听见妹子悠悠地说 你白天发的图片里 怎么有个稻草人呢 接着就是一阵咯咯咯的笑声 那个笑声 在这深更半夜的时候听起来 李方感觉到头皮只发麻 瞬间他的困意没了 他开始翻看白天的聊天记录 很快就翻到了 自己发的那几张照片 他翻到第一张的时候 李方愣住了 因为那张菜园的照片里 躺着一个稻草人 那就是白天二舅拎出去的那个 在照片里边 他露出了圆圆的脑袋 古怪的笑脸 还有半截枯草编成的上身 这是怎么回事啊 李方开始慌了 他仔细地看了看 确实是自己发的照片 但是白天拍照的时候 明明没有稻草人的 因为那时候 二舅已经把稻草人给拎出去了 李方想找到那个妹子私聊 问问他什么情况啊 因为他大半夜的告诉自己 这个 这事儿很不正常 此时群里面静悄悄的 李方就在聊天记录里 找到了那个妹子的ID 但是却没有翻到 眼看着都翻到两天前的聊天记录了 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甚至白天的聊天记录里 都没有语音消息 刚才的妹子发的语音也不见了 这下李方彻底地慌 摸不着头脑的 他还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呢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无意将他瞥了一眼 窗户 他发现窗户者 趴着一个圆圆的脑袋 虽然看不清那是什么 但是李方隐约地能感到 那就是白天的那个草人的脑袋 他额头上伸出了冷汗 他既想去开灯 但是又不敢起身 他生怕动一下 就会惊动那个圆圆的东西 惶恐至极地他安慰自己 那个圆圆的东西一定是二舅 或者是二舅妈放在窗户外边的西瓜 甚至是一面镜子 只不过之前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心里边这么想着 李方打开了手机上的手电筒 他照在了那个圆圆的东西上面 在白光下出现的是一张笑脸 是那个稻草人的笑脸 李方大叫了一声 他赶紧把手机扔掉了 院子里的灯亮了 小黄狗也汪汪直叫 又响起了二舅的声音 而那个圆脑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不见了 二舅进了西屋 问李方怎么回事 李方说 看到了白天的那个草人了 二舅不信 他说一定是李方做噩梦了 但是李方坚诚 自己看到那个草人了 而且他刚刚就在窗户外边 舅妈也过来了 问李方怎么了 这时候 二舅已经拿着手电筒去了院子里 你们小黄狗一直在叫 西屋里的李方和舅妈 只能听见二舅疑了一声 连忙赶了出去看 这东西谁又拿回来了 他们看到 二舅拿手电筒照着菜地 而菜地里躺着一个草人 就是白天那个 舅妈也是连连摇头 李方更是摇头了 二舅看了看李方什么都没说 他抓紧那个稻草人 拿出了打火机 在院子室中央的水泥地上 点着了稻草人 在熊熊的火焰中 李方看到那个稻草人的脸形变了 一点点的消失了 后半夜李方感觉有点热 他就打开了风扇 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 李方翻看着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 依旧没有看到那个ID叫稻草人的妹子 她的任何消息记录 群城园里甚至都没有这个人 更加离谱的是 李方又看了看昨天发的照片 照片里压根就没有稻草人 好了 这就是草人的故事